吉安湘一处资源回修厂经界一枚未爆弹 店家吓得赶紧通报警方来封锁现场 并且联系了军方防暴小组到现场处理 而这枚未爆弹外表已经严重生锈斑驳 看起来很吓人 索性军方到场之后 成功顺利把这颗未爆弹给带走了 接获民众报案 吉安湘南华村一处回修厂经界一枚未爆弹 警方不敢大意马上拉起封锁线来封锁现场 回修厂老板表示 这是前几天在整理资源物品时发现的 因为外表已经严重生锈 起初不以为意 把它暂时放在墙上没多做处理 但员工经过看到都觉得相当害怕 才决定要报警处理 员工点出来的就这样而已 对啦 那你知道那个回收的人大概他送了多少 那个也就 就拍你那种而已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送过来的 所以当时员工看到是下了条 就捡起来放下而已 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对 警方到场后拉起了封锁线 马上通知军方防暴小组前来处理 军方表示从外观看来 是一颗60公里的破极炮 但隐性已经毁损 没有直接危险 最后是由防暴人员将它移至防暴桶后 带回军方处理 我们这颗那个卫豹弹的部分 它是60公里的卫豹弹 那它已经 隐性已经毁损了 所以不造成危险性 这边说明一下 因为它刚刚卫豹弹的位置 是位于矮墙的上方 并且弹药有被固定的状况 那在机械手臂是没办法 做一个比较复杂的处理 那所以才由原本是已经备妥 那所以才由我们的那个决定之后 才由人力直接将那个固定的绳索 做一个卸除的动作 60破极炮历史悠久 是各国陆军步兵的标准建制武器 目前国军使用的是T-754-60破极炮 但这颗卫豹弹是否为国军所流出 还要再等军方调查厘清 借徐丽琪据安相报道